我父亲他就是在那个2014年的年底发现那个鼻咽癌 然后就做那个放疗 放疗跟化疗 放疗好像做了三 做了四次 还是做了八次 然后那个化疗做了33次 然后后面一年之后 一年之后就转成那个 那个再去复查体检 就转成了肝癌 然后肝癌就在那个广州做的手术 当时 当时在鼻咽癌的时候 我们就 我就有一个朋友 他就推荐我 少力他 推荐我少力说 推荐一个朋友 少力 让我父亲去用这个 这个药 后面 后面我父亲 他就不太同意用 因为他相信医学 相信医院的那个 那个治疗方案 然后 那个鼻咽癌就是在医院做了 放疗跟化疗 然后 当时我也是很紧张 觉得还是相信医院 然后后面转成肝癌了 然后去广州 然后 然后去广州 那个医生跟我说 我父亲是肝 转到肝癌 就是已经是 就是癌症转移了 已经是扩散了 然后就跟我 做了一个 一个 寿命的那个 那个 生存有多久 他说有 要只能有半年 然后我就开始紧张了 我就开始紧张 然后又找到我这个朋友 让他 让他再给我 给我推荐这个朋友 让我 我就说 都已经到了 没得 没得救的地步了 然后 然后我 我要拨这一把 去试 即使是有效果 没效果 我还得拨一把 然后后面 就 也手术了 因为当时 也没有 也没有 是手术完 才联系这个朋友的 因为很紧张 医生说 你马上要手术了 我们还是脱关系 进去 这个 这个手术的 然后发现了之后 一周 就是 排了三四天 就马上手术 排了三四天 就马上手术 呃 停一下 你讲后面 就是 吃完了药 排了三四天之后 就手术 手术完出来 医生也跟我们说 要做 要做一下 那个 放疗 不 化疗 不是放疗 放疗没有做 然后我就说 跟我爸说 我不再 不要你再做 这个放疗 跟化疗了 我说 你要不搏一把 吃 呃 吴明杰教授 这个 试一下 然后 我就问了我爸 我爸就答应了 发现肝癌 是20 鼻炎 一年之后 体检 发现的肝 转移 然后 手术完 2016年的医院 我们就开始吃这个药 到现在 总共有三年 我爸现在 医生说 只有半年的生命 到了现在 有三年了 我觉得 我很幸会 每活一天 我都特别的开心 也是非常的感谢 吴明杰教授 他 他不断的 在我爸 吃这个药的时候 不断的 鼓励他 不断的 让他 把心态 摆正 然后 吃的 这过程 之中 大概是 是 今年的年头吧 今年的年头 我父亲 发高烧 我父亲他发高烧 烧至高烧 在40度 我们都非常的怕 然后我就 我就发 发视频给 吴舅舅 舅舅跟我说 癌症病人 发高烧 睡觉好事 这癌细胞 在跟好的细胞 在战争 他说 只要高烧过后 他的抵抗力 会更加的好 后面 高烧有 大概将近十天 我们都非常的担心 然后中途 舅舅也有 给我们开一些 中药 让他 让他 就是可能 可能 可能 可能让他 就是 排一下诗跟读吧 然后 十天过后 他就 烧退了 然后上一次 舅舅 过来 哄您 我 带我父亲 过来给他 看 舅舅说 我父亲 现在身体 非常的好 嗯 嗯 那他还有没有去医院 检查 检查没有 呃 没有去医院检查 嗯 这样 就大概这样 嗯